镜头记录明星真假社交 你以为赵丽一个对谁都这样关张吗 大多数时间他在台下都是一对 不知道是被排挤 还是不想何取 他身边的氛围总是怪怪的 因此还被网友称为赵氏佛 但他遇到张小斐 就会一步三回头地看张小斐有用途上 领奖看到王一博孤独地站在一旁 会介绍身边的大王给他认识 你以为杨幂和沈棠是这样的 下个台阶连幅都不死一下 那可就大错特错了 实际上杨幂到哪都想着沈叔叔 台上获得一个热水带 下了台就立刻送给老年一身 把沈棠高兴的事满脸者 肖战活动后场看到两人 就立刻放下二郎腿顶和微笑打招 后面看到王一博也是有说有笑 然而当肖战看到陈飞有却是命运的问题 两人这是不熟还是有错 王一博和大鹏总红台 王一博一眼没看见大鹏就惊慌失踪 腆腆地和各位前辈打了招 就安静地站在一旁 而周深上一秒还和周笔长张笔长聊得开心 下一秒看到李晨马上就送上一个大大的英宝 之后看到魏晨也严谋握手 这不妥妥的社交小龙手 大鹏看到徐晨 直接上手摸摸摸对方光滑的脑 可以证明两人关系很不错 李沁和宋茜坐在一起 两人全程冷漠无话感觉 但李沁和迪丽热霸的地方 两人隔着一个座位都能聊的热火长天 原来明星社交也是要分人 明星没有边界敢有多下头 王一博估计也没想到 李湘当着这么多人的面竟然要来争的 眼看着就要亲上去了 吓得王一博立刻扭头 而黄晨明就只是配合杨幂宣传的新剧 一些小动作是可以接受的 没想到杨幂这么敢 竟直接一把将教主的衣领扯开 把黄晨明看得是一脸的不可置信 韩东军孙杨录制综艺 往韩东军衣服里倒冰块就算了 孙杨还要嘴对嘴给韩东军嘴里也送一块 这场面着实是有些辣眼睛了 吴宗宪节目现场 竟不顾女儿吴山儒的反抗当场所闻 甚至在公共场合直接上手 帮女儿提抹胸裙 不要说观众了就是吴山儒自己都震惊 岳云鹏柳妍一起出戏活动 大概是被柳妍的衣服给震惊到 岳云鹏全程不在状态 合照时更是用手臂还住柳妍 察觉到不妥的柳妍 只能转身缓解尴尬 李清魏大勋参加恋中节目 穿着泳衣的李清一出现 魏大勋就肆无忌惮地盯着他看 起身后更是直接撩开李清裙摆 这是真的魏大勋吗 还想玩第二次 结果被吴京当众拒绝 静止走开一点情面都不留 许晴出席活动就像是发现新大陆一样 全程含情默默地盯着张汉坎 作为阿姨级别的人 这样直勾勾地盯着小鲜肉 眼里的深情毫不掩饰 这样不好吧 没有奇葩只有更奇葩的红毯造型 章鱼起一袭橘色战袍闪耀登场 要是换做其他人穿 估计根本驾驭不了 但穿在章鱼起身上就毫无违和感 吴月一袭粉色纱裙走上红毯 礼服正式又不适俏皮 可这发型是怎么回事 这是刘海没剪好 还是造型师想靠丑来出奇之声 小阿索红毯好像就没有正常过 死亡八笔粉信手拈来 中间的镂空就像是过来一遍碎纸机 连保礼服一度登上热搜 夸张的金色牛角就怕不能戳死 这身大红色礼服更夸张 头发遮住半张脸再加上大红褶 一股惊悚的感觉扑面而来 这要是半夜出门估计要挨打 关小彤的奇葩造型也是应有见 这件礼服要是没有里面的黑丘骨 绝对就没芭蕾公主的化身 奈何造型师非要给她穿上黑丘骨 芭蕾公主秒变熊猫人 这场红毯的造型 更是被网友启名葱花肠鸡蛋 头重脚轻就算了这个配色也是绝望 还有这件粉色礼服 一个不到耳是碎的女孩 硬是被打扮得老气同秋的 张韶涵演唱会上 这头顶黑色皇冠黑红皮翼的造型 看起来就像某个不知名生物 确定这不是在眼灾难品 黄毅走红毯穿一架黑色运动风礼服 这大大的肩膀像极了双胎能丁香 不得不说她是懂得宽肩斩腰的 奇葳这礼服 是穿个竹筒就上场了吗 这奇葩造型也就奇葳能驾驭 这霸气的眼神感觉能秒杀全场